好 現在讓我們看到的這一則新聞呢 可以真的說是人神共憤 有一名五十三歲的全姓男子 涉嫌性侵國小女童 而且甚至呢 還拍下了上百部的影片 那昨天下午呢 警方掌握情資 確認全男會前往開南大學參加值錢訓練 因此呢 提早就到校園進行盤查 只有沒有想到呢 在這個抓捕的過程中 全男藉口離開了 趁著警方不注意 就想從四樓的走廊跳窗 卻沒有想到當場墜樓身亡 而對此呢 開南大學則是表示 全男並非該校的學生 而是校外某協會租任學校的教室 辦理講席 而全男呢 就只是報名參加講席的學員 而殊不了解呢 受害的女童為三姐妹 他們的父母呢 與全男熟識 知道全男喜歡小孩 所以呢 會將孩子推付給全男照顧 結果沒有想到呢 全男竟然會藉此機會多次猥褻女童 在他的硬碟裡面呢 更有多達上百部的性侵女童影片 還有照片等等 真的是相當的可惡 而據瞭解 全男他的職業不固定 曾經開過計程車維生 工作斷斷續續的 而此次前往開南大學參加職權訓練 警方掌握親自之後 前往現場逮人 結果沒有想到全男竟然畏罪跳樓 目前全案呢 已經報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相驗 真的是覺得讓人非常覺得 人神共憤的事情 你做出這樣的事情 就是應該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沒錯 好 接下來呢 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看到一則最新消息 新竹縣今天早上出現了一個天坑的大洞 竹北市光明六路和縣政七階的交叉路口 今天一早十點多就經見了一個天坑 那新竹縣政府就指出道路塌陷 影響到了瓦斯管線跟自來水管破例 因此呢 他們已經立刻切斷了水源 還有瓦斯的管線 並且暫時封閉了道路 那新竹縣政府也表示 他們已經立刻通報了相關的單位 來進行處理 那也請民眾 大家不要到現場去圍觀 避免發生危險 這是我們剛剛說到的最新消息 那接下來呢 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昨天在大雨當中登場了 這個環露漁民的大遊行 當時呢 其實四位政治人物都有出席 像是賴清德 柯文哲 侯友宜 還有郭台銘四位都有登場至此 可是其實大家最關注的就是這一位 他是台南三歲女童的爸爸 于爸爸 那當時呢 他的女童 他的女兒其實在前幾個月的時候 就因為過斑馬線 然後不幸的被車撞死了 那他在遊行當中現身的時候呢 他是帶著他自己女兒的背包 他就說其實前兩天是他女兒的生日 他買了一件衣服 想要送給他當作生日禮物 可惜女兒是再也穿不到了 那他也替女兒取了三個願望 就是希望不要再有人像他一樣 那于爸爸他就哽咽的說 這一場大雨呢 就是老天爺為他們在流眼淚 因為沒有人應該在人行道上喪失生命 我希望不要再有人跟小XX一樣 我要買給他的三口 他穿不掉 于爸爸參加820環路漁民大遊行 代替死去的女兒許下生日願望 今年5月8日 于小妹和媽媽走在台南的斑馬線上 卻被轎車撞死 引發各界關注台灣行人地獄的議題 簡潔催生這場遊行 我女兒XX的命沒有比較值錢 每個人生而平等 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在人行道上 喪失她的生命 沒有發生在XX事件前 沒有被注目的所有受害者 以及受害者家屬 他們的痛 跟我同鄉的小英總統看見了嗎 王國財部長看見了嗎 于爸爸不希望別人經歷他的喪嚨之痛 他認為職法只能治標 關鍵是要把道路設計好 許多車禍不是駕駛有意傷害 而是道路設計不良下造成的 好的道路設計能避免駕駛開車的壞習慣 避免再發生悲劇 我的學歷只有夜二季畢業 還是收掉的夜二季 我都能了解的是 為什麼王國財交通部長 卻想不透 遊行前兩天 8月18日是于小妹的散碎生日 于爸爸背著于小妹 出事時背著背包 在台上裸汁落淚 他和其他受害者家屬的痛 希望政府官員真的當一回事 而于小妹會出事 是不是也代表當地的道路設計 可能有問題呢 現在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銀劍署道路工程組組長的消息 雲林的綠能病案 現在發現了案外案 因為調查局追查之後才發現 48、48歲的前銀劍署組長張之明 他接受廠商信賄賂 不僅喝花酒 還讓廠商砸了上百萬 找來二十四歲的女藝術家 讓他長期包養 而這名女藝術家 他在映訓的時候就談成說 自己只是收錢辦事的 負責扮演張之明的女友 張之明涉嫌透過立委 政天才辦公室執行長張騰龍 收賄護航雲林綠電案 不料現在調查局追出了案外案 發現成陽公司負責人 江俊生為了取得3D模型的標案 在得知張之明喜好女色之後 不僅安排泛局妹 還砸了上百萬買下在宜蘭開畫廊的 24歲黃姓女藝術家 提供張之明長期包養 而這名女藝術家還要求 江俊生要先付50萬元的賠稅金 之後又討要20萬元的續約金 甚至還要求要上萬元的過夜費 由江俊生支付每個月的生活費 和所有開銷斥資百萬 銀建署表示所有的標案都是公正公開 依照採購法進行 並沒有特定或者是限制規格 銀建署也強調 目前已經將張之明停職了 將會持續要求同仁要遵守廉政倫理紀律 並且進行內部的監控檢討 而台南女同的爸爸 在昨天出席大遊行的時候 他就哽咽的致詞 希望不要有人再跟他女兒一樣 沒有人應該在人情道上喪命 而民進黨主席賴清德會後 也與余爸爸握手 表達慰問之意 他說不會再讓余爸爸失望 在場的所有官員 賴清德副總統 您曾經在台南執政了10年 我從屏東搬到台南 定居在台南 但是我的女兒卻在台南 喪失了她的生命 因為突然的一場大雨 我只能這樣穿到滾手滾手滾下來 因為我車停在很遠的地方 那走過來的路上全部都是水 那這邊先跟大家道歉一下 加油 李爸爸你不用道歉 謝謝你特別來參與 那本來允許 本來允諾大家 我今天會帶家衛的扇子來 那也因為下大雨 沒有辦法帶來 對不起 今年5月台南一名魚姓女童 過馬路遭車輛撞死 而女童的爸爸20日出席 還路與民大遊行並致辭 與爸爸致辭結束之後 也與參加遊行的副總統賴清德對話 賴清德與魚爸爸握手致意 親身表達慰問 魚爸爸則表示自己也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知道政府現在有在做 但是就像他說的 讓警察取締的執行方向不對 民進黨立委洪勝翰20日晚間 也透過臉書轉述 今天魚爸爸在台上沉痛的發言之後 賴清德主動走出帳篷 再次向魚爸爸做出堅定的承諾 表示不會再讓魚爸爸失望 更會全力避免下一件憾事 魚爸爸在遊行當中的發言 在網路上是被酸米給酸爆了 因此他氣得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在臉書上發文澄清 他說第一 當時他女兒並不是自己過馬路的 當時是他的太太簽著 他的女兒兩個人一起 而且是專心的過馬路 也沒有滑手機或幹嘛的 沒錯 那另外呢他也說現在很多綠色的側翼 都在說他是假的泛綠支持者 但是呢他就說其實自己長久以來 一直都是很支持民進黨的 那他也說從他女兒發生這件事的那天起 他從來沒有把女兒的身亡跪在政府 他認為肇事者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 而今天他站出來的目的 其實也不是要向政府來申請國賠 所以他還說酸民們你們不需要擔心 你們繳的稅會被淋走 就他其實回嗆酸民還蠻酸的 那最後呢他也強調說 他知道自己的學經歷其實不夠格當政治人物 所以他在臉書發文的時候 他也強調說他自己沒有要參選任何的職務 他也強調說至少在未來的10年內不會 那他也說是他就是很單純的 希望政府可以把陸權還給民眾 希望呢政府可以尊重行人的陸權 讓女兒的憾事不要再次發生了 所以他就說他看到這些酸民的發芽 他真的是氣到快吐血了 真的那麼在昨天的這個還陸於民 大遊行當中呢交通部長王國才他也勝身了 只不過呢他一上台 現場的虛聲就不斷 不過王國才呢他也公開致歉了 並且呢他也說為台灣的交通設立的目標 現在在2030年的時候事故可以減半 2040年的時候可以做到行人臨死亡 部長好 行人交通路權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那當然過去這幾年時間我個人做得不好 那當然過去這幾年時間我個人做得不好 這個部分也包括大家可以跟我們建議有哪些路口要改善 我們要立即來改善 現在開始進行到明年底把600處全國最危險最優先的路口來作為改善 希望我有一個安全的路回家 我希望爐竹的十字路口不要太多車 好我們來進行 那昨天呢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鈺也有出席這一場大遊行 那他在致辭的時候他去痛批蔡政府對於行人安全是消極怠惰的 他還點名昨天也有與會的賴清德副總統 他就說請你好好反省你們民進黨執政七年以來亂開要方才會抗拒改革的惡果 那他這一次呢他也再度重迪了牛鬼蛇神的這個說法 他就說新北市長侯又一還有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還有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你們不要再聽從牛鬼蛇神的指揮了 請你們好好聽聽行人的怒火 用行動來照顧每個行人的生命 蔡英文政府執政七年以來 交通死亡的人數從2017年的2697人 暴增到2020年的3085人 這完全就是打臉了行政院長賴清德所訂下的 2022年要降低到2300人的承諾 口口聲聲重視行人安全的蔡政府 消極怠惰抗拒改革 放任交通暴力助長了慢性殺人 當我們這口口聲聲要求的格勒紙的透光度 必須要來過全面的納管 可是我們的交通部卻在兩天之內推翻了承諾 只納管了我們的計程車 所以我想要在這邊呼籲賴清德主席 您是一位醫生 請你好好的反省民進黨執政七年以來 亂開藥方抗拒改革的惡果 而侯友宜市長 柯文哲主席 還有郭台銘創辦人 你們不要聽從牛鬼舌聲的指揮 而是要請你們好好的聽著 每一個在座每一個行人的怒吼 每一個行人的需求 帶領你們的政黨 帶領你們的團隊 為臺灣人民的性命著想 用行動來力挺臺灣的行人